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我是胡家隆 Simon Wu 我是胡仙文 Jonathan Wu 歡迎收看今個星期的 《投資理財天地》 Simon 你上個星期就介紹了 給我們觀眾 一個新的投資方式 在這個比較低的息口氣候裏面 我記得你上個星期 就答應了大家 你會講兩個例子 是 沒錯 今天跟大家講講 關於上個星期 我介紹給大家 這種新的投資方式 兩個活生生的例子 其實這兩個例子 還在興建 還在興建 或者我們講回 上個星期講回結構 跟大家再重溫一次 就是基本上跟銀行一樣 銀行收了投資者的錢 變成定期 然後他將這些錢 借了出去 叫做借貸 中間賺取的息差 就是做銀行的一種最基本的做法 這一種其實和你自己做銀行有 有些差別 但是都是異曲同工的 大家看看這個圖上一次講過 你在左邊就是投資者 中間就是有個投資的信託 上面管理這個信託的就是基金經理 最重要就是在右邊兩個 就是有發展商 發展商就是發展一個盤一個地盤 記住你不是做投資的地盤 你投資到這個基金裡 這個基金就借了錢給發展商 發展商每一個月要給利息 這個基金 這個基金就把所有的利息 按照你每一個人投資的金額 每一個月派息給你的 這就是最基本的投資方式的結構 Simon 你今天講這兩個例子 是否兩個都是雪梨呢 你說中一半 一個是雪梨 一個是麥爾本 兩個都有不同的特色 所以你記住 這一種產品 不是每一個產品 每一個項目一模一樣 大部分都完全不一樣 首先我們講講就是雪梨的例子 這個例子其實正在興建 它是在雪梨南部一個盤 而這個盤就是 那個位置很接近兩間醫院 一間是公立醫院 一間是私人醫院 公立醫院其實這個盤我去看過 公立醫院其實走過去就是了 沒有很近的 為什麼醫院對這個盤這麼重要呢 就是這個盤在樓上建一大堂 柏林大樓下有14間地鋪 這14間地鋪 是不租給或者賣給任何的用途 只是做醫療的用途 譬如說專業醫生 譬如說是化驗所 譬如說是藥房 或者是普通醫生的用途 就是不會有兩間漢堡包店 不會有這些 就形成一個比較相當高級的一個盤 在這個盤裏面 樓上建了42個宅居 在做這些項目的時候 就有很多考慮的因素 第一 我們叫LVR 就是借錢給你的比例 什麼叫LVR呢 就是叫做 Loan to Value Ratio 就是說我如果借錢給一個 一千萬的抵押的背景的話 我只能夠借到 例如65%的話 我只能夠借到650萬比例 也是我們說是對投資者的保障的margin 第二 就是我們叫做 賣出樓花價值對借款的覆蓋 我們叫做Debt Coverage Ratio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為什麼我說這麼重要呢 就是 Debt Coverage Ratio的意思 就是說你在未起好之前 我賣走多少 譬如說我賣走一半的價值 他不一定賣走一半的樓 因為很多是發展商的利潤 你賣走那些樓的譬如說 是佔據你借錢的一半 譬如說你借一千萬 你賣樓已經賣走了五百萬的話 那個Debt Coverage Ratio 就是50% 這件事稍後我們看看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第三 由於每一個project 都有它很獨特的複雜性 以及有它獨特的風險 一般來說 如果理財師研究了 他自己都決定去投資的話 是對另外跟進來的投資者 是一個保障 本身這個盤的投資時間幾長 這一個其實就是正正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呢 投資時間原來在這些盤的時候 不是說好像你放錢在銀行 說我十二個月定期 六個月定期 十八個月定期 不是喔 由於它在建房子 那個發展商是每一個時段 由開始做地基的時候 到中間建第二層 到最後將內部裝修的時間 每一個時段都會需要錢 而那個基金就是每一個時段都借錢給它 而投資者可以是 一開始做地基的時候已經投入 或者去到尾聲才投入 這個時間就不同了 比如說你去到尾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 你由於你的投資者 只是說我一筆錢 我只有四至六個月期 那跟理財師溝通 就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環節 理財師一定要根據你個人的情況 才說這個盤現在還有四個月 你這筆錢 只能夠是用一段短的時間 然後你可能買樓 可能要海外 不再去投資 那你就在尾段加入 那你剛才所說的debt coverage ratio 和LVR 那這個盤的情況是怎樣 那這個盤的LVR其實是65.3 即是我們說借貸對資產最高 你只能夠是借到65.3 1000萬只能夠借650萬 53萬 第二就是我們叫debt coverage ratio 那它42個屋子上 其實已經賣走了26間 而賣出的樓花對借款的比例 是70幾個巴仙 其實是73.87% 換一個來說 對投資者的保障已經是相當不錯 就是說 起完之後 差不多70幾個巴仙 已經賣走了 接著就是看了 你說OK 李財斯很明顯是跟這個project的時候 要了解很多很多資料 那他自己研究之後 他自己是否認為是值得投資 可不可以投資呢 那麼李財斯在這個project裡面 已經是投資了20萬 換一個來說 他是新鮮時速做的 接下來就是年期 記住 剛才我說的年期 每個都不同 同一個project 都有人是長一點 有人是短一點 這個project 到我們這個節目出街的時候 我估計還有3至4個月 已經完全起好 就已經project完結 所以說在這段時候 進去的時候 你只有4個月期 大約早半年前進去的 就是有10個月至12個月不等 這一點就是 正正這一種產品的複雜性 和不是一般人都可以理解到 或者做得到的 那個年期其實由4個月到18個月都不等 到最後就是利息的多少呢 其實就是7%到8% 第二個例子 墨爾本的盤又怎樣呢 墨爾本這個盤其實是非常有趣的 看看基本的statistics 第一這個盤就是 坐於墨爾本市東北大約2.5公里 走得走到的 墨爾本整 下面有三間咖啡室的地鋪 離開火車站 只有400公尺 或者5分鐘就走到的 附近其實交通很方便 四周圍都有咖啡室 餐室 樓上就建一個三層高15間的 這個盤就簡單到非常簡單 我們看看剛才我們說的 考慮的因素 例如Death coverage ratio和LVR 借貸對資產最高的比例 借貸對資產最高的比例 即是LVR 只有62.34 即是說 一千萬的借貸 只是借六百多萬比例 第二 動工之前 十五間公寓 就已經留花方式 賣走十間 還有最重要的 地下三間地鋪 全部賣光 這個覆蓋率是嚇人的 是131% 131% 為何呢 我借一千萬給你 你已經賣走一千三百多萬的東西 即是說 只要你蓋到的話 你基本上就沒有風險了 後期現在我們投資這批人 竟然拿到12.25% 利息這麼高 為何呢 這個真是很有趣 利息這麼高 但已經蓋完了 而且已經賣出了131% 即是說你基本上沒有什麼風險 還給到這麼高 原來它在借貸條款裡面 它圍了一條條約 它是開始建築的時候 地下掘到石 然後建築商和發展商就吵架 整個項目拖遲了 而條款裡面說明 你什麼時候要建築到哪裏 什麼時候建築到哪裏 變了是遲了的 一遲了 那個Penalty Interest 那個5%加進去7.25% 就變成12.25% 其實真是很棒的東西 結果呢 再回答最最後的問題 李財斯其實第一個 趕快進去 這種盤通常可遇不可求 但是有的時候呢 真是很美的一種投資方式 澳洲的樓價呢 其實在儲備局減息之後呢 是開始回復穩定 那個下跌的速度放緩 甚至乎有些地區是有上升的跡象 那很多人就說了 會不會澳洲樓價已經見底 而開始回復上升 或者甚至乎去到 去到以前7年回一回那種速度呢 那根據以下的圖表 我會告訴你 機會不高 樓市大升的機會 是不會發生的 其中一個理由呢 就是人工的增長速度很慢 大家留心看看這個紅色的線 尤其在金融海嘯之後 人工的增加呢 是每況下不停下跌的 而另外一方面 那個debt to 那個income ratio 就是借錢對收入的比例 就不停地上升 在藍色那條線大家見到 現在是升到澳洲歷史上的高峰 這個其實是令人擔憂的一件事 換句話來說 若樓市大升 這兩個測不能夠調轉的話 我相信機會不高 時間差不多 下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